多方观点不同视角 PUB撞新闻 也买自由的作者陶迪 陶迪你好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玉峰哥 我不知道该会叫你哥 不用叫小峰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童年 对对对对 好来陶迪的新书 这一本啊 非常的厚实 在里面有很多 有用的一个知识 尤其是你买房子的一个经验 然后刚才就是 我发现说 有很多很惊险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我买房借阿信 对对对 买房借阿信 好 您的本业本来是包租代管 怎么会想要买房子呢 我认识房地产 其实是我2012年的时候 去上海工作 是 然后就进入 因缘际会啦 进入一间房地产的新创公司 为什么说是新创 是 呃那个时候中国其实 开始流行说 欸我们要当包租公婆 我们要出租房子 不一定是要用买的 他们是用租的房子 然后重新整理过之后 呃台湾也很多这种 台湾其实就是传统的二房东在做 对对可是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推动租赁专法 嗯所以其实大部分在操作这样转租的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正规化 是对那呃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非常大量的有很多大型的机构 在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那台湾叫做包租代管 但是在中国他们叫做品牌公寓 也就是品牌化 规模化的来经营出租 诶很厉害耶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才认识说 诶原来我想要出租房子的话 我想要当房东不一定要买房子 可是他们是集团 所以他们是投入很多资源吧 是 那跟台湾的又不太一样 那跟台湾的又不太一样 其实中国的市场本来跟台湾 不管是哪个行业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呃呃 因为呃那个时候 其实中国的热钱也还蛮多的 2012年那个时候 是是 那所以有非常多的大型的投资机构 确实都是把钱投入到这样子的行业里面 对所以我过去任职的那间公司 其实我们也是 嗯 要靠我们的你知道大金珠啊 他们要投入很多资金 因为我们在每一间公寓都要投入装修费 是 然后又在这么规模化的情况之下去做 确实需要的资金是蛮庞大的 对那这个系统你带回来台湾 那有work吗 我当时2016年我是决定辞职回来台湾 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说 啊我就是要把这个模式带回来 嗯哼 只是说我想要回台湾生活 然后我在台北又重新开始 我要找房子租的时候 然后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 我才开始又发现说 诶其实台湾的租房市场 怎么好像 呃从我离开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进步 可是租金却涨了非常多 因为我 你那时候看的是台北还是 台北 因为我回台湾也是想要在台北 是 就是重新开始这样子 然后也是边走边看 也有尝试找工作 嗯哼但是 没有很顺利 所以我也才 你领过对岸的薪水 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 对这次其实很多海外回台湾 都会碰到的一点点挫折 对就是可能你回台湾之后的薪水 就是跟你原本的期望会有很大的落差 嗯哼我们台北 不是台北 就是我们台湾的薪水真的动涨 嗯 很多同学回到台湾 然后 都没办法 就选择自己创业 对很多很多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加上自己租房子 因为 我12年离开台北去上海的时候 我当时退掉的那个房子 是一个楼中楼的套房 嗯嗯嗯 然后在饶河夜市附近 饶河夜市 那个时候租金是一万八 一万八 可是我2016年 这么贵 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贵 对不对 对 可是我跟你讲 2016年回来的时候 我想要找差不多类似的 嗯嗯 两万五都已经没有了 哇 就是已经很难找了 所以台北市的套房这么贵 非常非常贵 然后我就觉得 可是租金长那么多 但是我们的居住品质 好像没有因此提升 这么多 嗯 所以我才开始想说 诶我是不是可以尝试 把我之前在中国 我工作里面学到的 可以盘点一下 然后在台北开始实验 对 所以我就同时又刚好想要解决 我自己的居住成本的问题 嗯嗯 我就开始实验说 那我去找比较旧的公寓 是 来重新翻修之后 再用分租的方式 去做sharehouse的形式 嗯嗯 然后从一个人开始慢慢做 到现在变成是一间 暴住代管公司 对 那包住代管 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你的屋园怎么找 嗯 第二个你的装修成本 你要怎么算 嗯 第三个你的客户要怎么 去招揽 对 其实你刚刚问到那个 每一个环节 它都真的是蛮复杂 对 大家赶快拿笔记下来 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开一间 包住代管 哈哈哈 对我在呃 买房 因为买自由这本书 其实是我第二本书 那我第一本书 不买房当房东 嗯 其实就是把我这整个 算是自己创业的故事跟经验 以及我怎么做 嗯 这件事情做一个分享 是 对那然后 我同时也有在开课 对 就是我有开一个包住实战班 嗯嗯 就是从手把手的教大家 对 怎么去开发房子 嗯嗯 怎么设计 装修 管理筛选租客 到后续的什么维修那些 嗯嗯 整个系统化的去教大家 所以 每一个环节的细节 要手把手大家才学得好 对对对对 因为呃 光是讲 就是设计 或者是装修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不是屋主 对 我们是跟别人乘租这个房子 所以你不能大动 第一个成本 第二个你 是 也不太能够 对 自己决定 对 脑子动得非常快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不是屋主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屋主 他对于你去改动他整个房子的接受度 可是有些老公寓 真的是老到很可怕 嗯 你把他改他应该觉得很高兴吧 其实台湾现在有超过一半房子 屋龄都是超过三十年 对 台北市有七成 对没错 您各位现在住的应该都是老房子 那老房子定育三十年以上就是老房子 对 然后有非常多的屋主 他在面对老房子的修缮的问题 其实他也是有点无助 嗯 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一两间房子 对 然后他觉得 管理很麻烦 然后你有时候租给租客 他叫你修个东西 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碰到 对 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那我觉得有很多 租客跟个人房东之间的纠纷 其实是来自于可能彼此期待的落差 就比方说租客就会觉得说 我花这个钱给你租房子 那热水器坏掉了 什么坏掉了 你就是要立刻帮我处理 对 可是对于一些他没有这么多经验的房东来说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 嗯 然后你忽然跟他讲说热水器坏掉 其实热水器坏掉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形容词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租客很多他反映的是说 呃水为什么忽冷忽热 其实忽冷忽热就包含非常多的原因 他不一定是热水器坏掉 对 有可能是水压的问题 甚至只是租客换了一个脸膨头 是 都会导致水压不稳定 对 那所以你想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房东 他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想哈那我现在去找水电好了 嗯 可是他不一定有这个资源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包租代管 这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租客跟房东之间一个桥梁 那你们都会搞定在跟房东报告吗 还是 呃看你是包租还是代管的形式 像我的公司我是专门做包租 我不做代管 那这两个差别就是说包租其实就是二房东 是 就是合法二房东我跟你签一个长约 然后我可以合法的转租这个房子 当然所有的装修也是要经过屋主同意的 对 可是代管的话就是 形式上呃屋主还是出租房子的签约人 是 我只是帮你找租客 嗯 然后帮你管理 那租客之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透过我 可是所有的维修费发生 我会跟你时报时值 对 我只是帮你负责去修缠这样 了解 好第一段含金量很足够 但是还没讲到买房子 大家继续听 我们下一段就可以来看听听这个 买屋界的阿信 他的一个真实故事 POP壮新闻 大家好我是玉枫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买房也买自由的作者陶笛 那他自己的本业是包出代管 所以我们上一段聊了很多他们 产业的秘辛 如果你想继续听的话 他有线上课程可以买 对 好我们进入到他买房 那你前面第一本书你是教大家不用买房 就可以当房东 然后第二本书又教大家买房 对 你这样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你左右转是这样也可以吗 这两本书看起来好像确实真的蛮冲突 第一本书人家说 你不是说不买房当房东 第二本书却是买房也买自由 这样我到底是该买房还是不该买房 对 好那呃其实我觉得我这两本书他有一个呃脉络啦 就是说我觉得租房还是买房 他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 嗯 他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但是这个太奢侈了 我们我们租房子都已经花掉很多钱了 还买房子 对大部分人的想象会是这样 对或者是我买房子已经要吃白饭了 我现在都会传那个我吃白饭便当的照片给你 哈哈哈哈 对那所以呃为什么我会呃 教包租实战班 其实就是在教大家你怎么样 第一一开始是说 你可能是只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居住成本 嗯哼 那你怎么样透过呃我们在做的这个sharehouse的形式 第一个是可以把你自己的居住成本降低 第二个是如果你有兴趣真的投入到这个事业里面 你怎么样越租反而越有财 嗯哼你真的有自己住在你的sharehouse里面吗 是 我我早期自己在做的时候我每一间我做完就是改造完 我真的都住在里面 对然后每一次就是有下一件新的作品 我又觉得啊自己做完就觉得诶我好喜欢这间房子 嗯然后我又会搬搬去那个房子 哇这真的很酷 而且即使是现在我已经有买房子了 可是我自己现在住的地方也还是住的 对还是你自己的案件 还是你自己的案件 对我我没有住在我自己买来的房子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后来就是想通一件事情 是 呃在台北市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房价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难以负担 是 我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房子我也觉得买不起 是 然后我可以问一下你理想中的房子大概是多少钱的range吗 因为小峰理想中的房子也买不起 我觉得台北市现在我们只在讲一个正常的三房 可是如果你想要新的 你没有五千万 其实买不到一个正常的三房 嗯 我讲的是新的啦 当然如果中古屋或者是老房子 就会比较便宜 对 因为现在所有新案都是破百万的单价嘛 对 现在还没破百万的 你各位要争取的是文山区 很少很少 对 呃 旺华也都已经破了 对 然后士林北投早就破了 所以呢大概 大概还有就是全新的预售案 大概文山区还有 大家可以争取一下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决定要 买下去呢 买房子 呃 我当时 我一边在想说 我怎么样把我之前在中国工作的经验 在台湾去实验的时候 那时候我住在一个租金三万六的房子里 是 三万六听起来就是也许合理齁 按照现在的租金好 不会啊 三万六很多欸 三万六很合理对不对 很 你说很高 可是我跟你说 他只有一房 对 他是一房一厅而已 他不是三房哦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讲台北市三房 他是套房 还是他是有一房一厅的 他其实是原本房型应该是两房 可是屋主他自己有改过格局 对 就变成房很大 所以他室内的实际坪数大概十几坪而已 对 对 那靠近哪里 在南港 那很高级啊 是很高级没有错 对 所以我当时是 你也知道 因为去过上海 价值观非常的偏差 呵呵呵 三观不正 我是带着一个非常扭曲的价值观 回到台北找房子 因为 我在上海租的房子 租金是一万二人民币 嗯哼 那回台湾之后 那就五万 对 我觉得两万五 或是三万的预算 已经是便宜的 是 可是即使这样 我还是看了大概二三十间房子 嗯哼 才找到满意的 对 那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那 其实朋友来家里都会觉得 哦你这边好高级好漂亮 就是他有健身房 有管理员有车位什么的 可是其实我内心是一直很焦虑 因为我当时是失业的状态哦 我其实是在烧我的存款 而且我带回台湾的存款其实不多 嗯哼 因为我在上海就是赚的多花的也多 是 我那时候 呃可以说就是我财务智商还没开 我还是 我当时不懂怎么理财 虽然我的收入不错 因为我当时已经是八百人公司的营运长 嗯 可是我真的没有存太多钱 就是都出国啊 吃喝玩乐花掉这样子 对 那可是三万六每个月 我当时是在烧我的存款 所以我内心有一个对金钱的焦虑 我就觉得说 嗯 好像应该做点什么去改变它 嗯 然后同时身边也 会有很多朋友就说 欸你一个月花三万六租房子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 哦 就是三万六的 变成房贷 对 变成房贷 月付三万六的话 那还还还还蛮多选择的 就是听起来蛮合理的 所以我就 好 我就想说那我就用一个月房贷三万六 为目标 然后开始在同样的区域去找房子 嗯 那 找得到吗 我大概看了半年左右 是 那我当时的心态是 我没有一定要马上买 是 因为我也知道我存款不够 对 我头期管其实是没有 这是很多人的痛点 对 可是我我觉得我可以先尝试去了解市场 嗯 然后先去首席价格 是 所以我就开始练习看 可是我看了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有一天呃有一个仲介 他就报了一个物件给我 是 他是一个 已经四十几年老公寓了 呃也是在南港 也是在南港 对 可是他那个价格 因为我已经看了快要半年 是 所以我大概知道 而且我就直锁定同样的区域 嗯 我一看我就知道真的便宜 对 他是低于市场行情的 对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把握机会 要搶了 哈哈 对我就是当天我就决定我要下斡旋 嗯 可是我手上的现金是不够的 所以当时是 呃我就开才开始盘点 然后到处去凑钱 对 我知道小枫你当时 我也是 到处借钱的对不对 对啊我也是借钱 人家都是存到第一桶金 我告诉你存不到的 用借的比较快 我后来也发现是这样 嗯 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 我想要等我存够了头七块 对 我才要去开始了解房地产 或是开始去看房 可是 很多时候就是你会追赶 追赶不上那个房价 对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没有动力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买房 他需要冲动是说 啊你就捏着大腿上了 对 这么感觉 对可是当然你是要先盘点 就是算好说你之后房贷 你是至少可以负担的 嗯 那头七款是一时的 那你那时候有算吗 你真的有算吗 我本来租金就三万六啦 哦你是这样子推的 对所以我才会控制说 那我房贷也要压在这个数字 嗯 那是我可以负担的 我现在插的是头七款 那你还是很理性啊 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算的 呵呵 真的啊你这么疯 对啊就是弄哈了 嗯 对 那有顺利买到吗 那一间 后来有买到 但是过程非常的惊险 那不会就是你书里面 写的三角签吧 没错 那是我第一次买房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开始 怎么会买到这一种房子 呃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三角签是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买房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三角签 嗯 是因为 呃我在买的那个过程当中 呃 那个房子其实 我其实是很后来才知道 就是 他在卖给我之前 他其实已经有找到买家了 是 已经有人跟他买了 嗯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买家在还没有过户之前 他放弃了 是 他可能是贷款没有申请到 或是怎么样 反正他就是决定违约他不要了 是 可是他们已经完税了 就他土增税那些 呃 好像六十几万都已经缴完了 那他 那他怎么会不要呢 这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 那 当时的卖家呢 他们 呃因为 急缺钱 嗯 所以我又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出现 所以你那个会买到便宜 低于市价就是因为这个状况 屋主缺钱急售 对 好然后 他们 又不想再花时间再去办退税啊 那些再重新 整个来流程要来过一遍 那我又刚好出现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 就把 原来的那份合约 直接用 债权转让的方式给我 嗯 其实有点类似我们预售屋的 转约 对 可是这个在乘屋里面 其实是蛮忌讳的 因为 我后来知道是到了 银行送审 因为我当时买低于市价行情 所以我觉得贷款不可能有问题 而且当时的仲介也信誓旦旦跟我说 你这买到便宜啊 贷款九成没有问题 那时候也还没有信用管制 可是你在签约的时候 你应该就看得出来 你买的是什么啊 我就第一次傻傻 我不知道我签的是什么 对 我是事后 我才知道 人家跟我说那个叫做三角签 也就是说 呃 很多以前的 就是黑心投资客啊 或者是黑心仲介 他们会利用短期买卖这种赚价差的方法 嗯 就是说我先付定金 可是我在还没有过户之前 又找了新的买家加价 然后转卖给他 对 所以这种形式的签约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房产交易合约 它是债权让渡形式 对 银行是非常忌讳的 为什么呢 跟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因为以前啊 在仲介还没有品牌化之前 嗯 很多的仲介 其实不叫仲介 大家都叫他们 中人 中人 那什么叫中人呢 就是说呢 我今天先拿到你的房子 买卖的权利 然后呢 我用我的人脉 赶快加价上去 对 我们听过最扯的是 他加价的价钱 比他原本买的还多 哦好扯哦 所以以前的仲介 为什么 你会发现很多 社区老牌的仲介 他后来是加盟了品牌仲介 嗯 可是呢 他的店面是自己的 因为早期这个真的太好赚了 可是呢 那因为这个太好赚之后呢 后续衍生了很多的法律问题 你想想看你是屋主 你会怎么想 我卖你一个房子三百万 你最后卖到七百万 你赚四百还比我多 嗯 所以呢后来呢 现在的品牌仲介 就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 嗯 那你这个东西案子送到了银行端 人家会理你吗 所以我在贷款这边 就是非常非常的挫折 是 人家当时仲介都跟我讲 带九层没有问题嘛 结果我送三家 全部拒贷 嗯 他不是说利率条件什么很烂哦 成数很低哦 他是直接拒贷 拒贷的意思就是 不带给你 他直接不做这个case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跟他签约了 已经签约了 那你定金给多少 定金那个时候已经付到10%了吧 已经到10%了 对因为定金通常要1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看陶迪如何救回他10%的定金 大家好我是宇峰 我们的口气要变了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般的房地产节目了 而是一个历史与生命的挣扎 你那时候在这种状况 你怎么没想到找黑道出来处理呢 我没有办法找黑道 因为卖房子给我的人本身就是黑道 对通常在买卖这种问题 就是比较特别的屋子里面 两方一定有一方黑道 如果您不是黑道 那您的交易端就是黑道 那后来怎么办呢 这个 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房子它会便宜卖 是因为屋主急缺钱 那事实上是 呃原本的这个产权人屋主 他就是因为欠债 然后把房子抵押给仲介公司 为什么会抵押给仲介公司 事实上就是这个仲介公司 本身是有兼营所谓的债权协商公司 嗯哼 对 简白话讲就是讨债公司 斜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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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 所以 卖房子给我的人 其实是重借 你就是买到了一个不良资产啊 对类似 可以这么说 对 可是当时他们是用原来的他们的那个金额 直接转让给我 他并没有加价给我 哦 所以我后来还是买 是良心黑道欸 他们可能就真的很急缺钱 可是 呃可是他们一直要动职 嗯 他们就是很想赶快拿到现金 对 所以当时签约的时候我真的要吓死了 因为 连那个代书都 欸你有看过那个 你应该看过 就是代书就是挂着那个金项链 我跟你讲 金项链这个行手江湖每个人都要啊 哎呦你怎么做 哇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买卖房子你没有惊喜 然后 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 然后腋下加一个那种黑色的那种腰包 万宝龙 那个叫手提包 哦手提包 万宝龙手提包 是我们买卖房子行手江湖必备的 对 那所以其实从代书仲介 他们全部都是一伙人 嗯 可是其实我在交涉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隐隐一直觉得很不安 因为 呃我就是蛮不放心 所以其实后来我是有坚持说我要双贷数 就我自己有在找一个我比较信任的贷数 对 去振拿 去压场面 所以后来才顺利的过户 对可是后来因为贷款不顺利 对 那我三家都拒贷 然后最后我是不死心再去问到第四家 对 那第四家他愿意乘坐 可是利率跟乘数条件都非常的不好 嗯 所以我后来真的是 诶我那段时间真的都睡不好觉 我可不可以打个岔 你那时候贷款拉不下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去跟这些 刺龙刺凤的朋友讲说 那你这个房子这个状况 贷款拉不出来啊 能不能解约 我还没有这么快放弃 我不是这么快放弃的人 哦 嗯 对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我们那个10%的定金 对 不要损失这样子 对 所以我在尝试继续努力 那我后来 呃想到办法就是 我当时的另外一半 嗯 其实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是失业状态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说 这间房子买我的名字 一定不会有很好的贷款条件 嗯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商量好 一开始就是买他的名字 所以后来是 因为他当时在上市企业工作 嗯 所以是透过他公司的财务 去转借他们 嗯 比较有往来的银行 然后 后来才问到一间他们是愿意 而且 他是公股银行 嗯 他们不但愿意 而且是派经理跟向流 就公股银行的经理 其实就是分行的行长 是 然后来来做接待 所以 对我们算是蛮礼欲的 那应该是 您另一半的公司是大公司啦 对 对所以他们确实是 看在这个公司的面子上面 是 那后来就有顺利带到 而且是拿到青年首购 哦 优惠利率条件 你那时候青年首购是用几百万 呃 当时是八百万 时代的落差 现在2.0版本是一千万嘛 那个时候是八百万 我是清朝吗 我那个时候拿到的是三百万而已 哦真的哦 对啊 但是我那三百万很省着用 我其他的还完了 我那三百万舍不得还 嗯 所以就是清安贷款 他是说他会有一个最优惠利率的上限额度是多少 对 然后再多出来的部分就是用一般利率 嗯 所以你会有两种利率 对 很厉害欸 那那交屋的时候 兄弟们是不是也 也跟你说谢谢啊 其实交屋之后还有 还有一些小差点 还有 对 我书里面好像就没有写了 对 你今天可以报一下 来来来来 都都这样三脚签 你都处理好了 还有什么 其实后来 嗯 那个房子交屋之后 过了几个月 因为我开始要整理 装修那个房子 哦哦 结果就 呃 有一天 我就看到当初 卖房子给我的那个黑道中介 从楼上走下来 呵呵 我超傻眼的 我想说 他住在这里 对 同一栋 同一栋 他真的住在楼上 对 可是又 过了几个月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再看到他 我就只有看到他一次 后来我 呃有一次跟邻居聊天 嗯 然后邻居就才说 欸 那个前几天有警察来过 你不知道 嗯 我说警察来 我们这边怎么了吗 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 楼上那个啊 被带 就是他们要找他 嗯 就是 当初那个黑道中介 跑路了 也就是说 我买这间房子 应该要付给屋主的钱 他没有拿到 被他们卷走了 哇 然后好像 信仰力经点交了 对 对 然后 反正就是他们 跑到南部去就是跑路了 因为你买这种 就是买房子 会有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 就是 你一定要 房子先过户 他才可以 买方 买方才可以去办贷款 对 所以你会有一个中间的落差 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没有再戴金项链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交易安全 对啊 而且当时一签约因为 黑道他们就是很想要 中介中介中介 哦中介对 他们很想要卖家啦 对 很想要赶快拿现金 所以他们一直要求说 欸我签完约你就要先给我 两百万 嗯哼 他要拿现金 对 可是你知道才签约等于是 你还没有过户 还没有交屋嘛 对 然后 所以你那时候也没有用 旅约保证专户 呃 有 哦后来有 可是他还是可以要求 要提前从旅保 先动支部分的钱先拿到嘛 对 他是可以要求的 那你不能 你 我没有同意 对幸好 就是这一步我有 我是有采注的 我就是 你不能够顺着他 所以那一天签约其实非常的焦灼 嗯 就是大概磨了超过三个小时 然后 其实我当时是真的很累 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 呃 因为我也是双仲介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黑道仲介 是品牌仲介吗 还是只是地区型的 他是加盟的 哦 加盟店 那这个这个这个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谈 是 对 那我那时候 差一点我是真的 我说还是我不要买了 嗯哼 其实是 卡在他硬要动支 这一段 对 就是合约签那些什么让度 我那时候不不懂 我没有意识到 那其实这个也蛮过分的 因为 你不能用这种东西来签约的 嗯 他可能就是 骗你 嗯 就让你先签了 他们应该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对啊对啊 而且我自己在猜就是 前一手的买家为什么放弃 所以也许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债权还是什么的问题吧 嗯 我不确定 对 那反正至少你最后就买到了 对 对 但是过程真的是很惊险 真的很刺激 对 好那你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 共同登记 嗯 那你怎么会选择就是 登记在另一半的名下呢 嗯 我是不推荐大家 因为当时 对 呃我跟他其实当时还没有结婚哦 嗯 所以是要一个非常信任的基础 对 才有办法 而且我当时是确实我没有条件 其实 呃买房子的登记人跟贷款人是可以不一样 哦对对对是可以不一样 对 你可以去哄他 嗯 去话数他 对 可是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是 呃合法的 配偶关系 嗯 所以银行那一边他其实是蛮难说服的 哦 就是说如果你一般是 就是只是朋友 然后你要去跟银行讲说 哎我们 借名登记 呃那又借名登记又是名法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一个 建议 如果大家就是夫妻或是男女朋友一起买房 那到底共同登记好呢 还是 不要共同登记好 我蛮不推荐的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你一旦共同登记 其实特别是第一次买房 你会一次用掉两个人的首购资格 哦首购 嗯 然后同时是将来你要卖房子的时候 你的一些税负的优惠 也会因此没有 对 对所以其实我是比较建议说 呃其实如果你们本来就有规划说 你们人生不会只有一间房子 你未来可能还会有第二间的时候 嗯 其实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谁的条件比较好 嗯 去用谁的 呃名义去贷款 其实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 然后就登记在他那边 对 哇 这个其实这个也赌很大欸 呃但是 因为我其实自己是算过 就是一些税负的优惠等等的 我会觉得说说 你一次用掉两个人的那一些 嗯 其实是会真的很不划算 对 对 那 嗯所以我当时的选择是 我没有使用共同登记 嗯 那一切都还好吗 都还好 哦好 如果有其他故事的话 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目前为止都蛮好的 对 那你有提到说 北周南买房文化有不同的差异 那 那如果我们到其他县市买房 有要特别注意这店吗 我觉得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不不只是我们同年龄的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会被 北部的高房价 开始有点 被 吓到 逼走的感觉 哦 对那 我 因为我当时虽然买了那一个老房子 我后来也没有搬进去住 虽然我一开始是打算要自住 可是我就是在 呃要准备装修那个房子的过程 里面我就看那个房子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四十几年老公寓了 然后你知道吗 那它整栋楼的邻居都在等都更 所以你去买的时候 大家已经在等都更了 对 那大家都在等都更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没有人整理啊 没有人整理 没有人管理 也没有人想要修缮它 对 所以我到现在还在修漏水的问题 那漏水为什么修不好 因为是楼上漏下来的 他不肯修 我跟你讲 你是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哈哈哈 我们要再讲一次 可以吗 我可以再讲一次 嗯 我有一个长辈 他在东区 嗯 一层一户的 一层一户的 真的是正东区 他是五楼还是六楼 嗯 然后呢他的楼上就漏水 嗯 就是浴室的防水层 就漏下来 然后他就去跟他讲 然后呢楼上就 不处理 他说我们有 因为他们坪数很大 八九十坪 嗯 他说我们两间厕所 你用另外一间就好啦 他就不处理 好理所当然 对他就不处理 然后呢我那个长辈他 做什么事情 他是五楼 六楼漏水 漏到他五楼 他不处理 他去买了七楼 好帅喔 然后呢去挖掉他那个防水层 然后漏漏六楼 可以这样一切要事啊 我跟你讲有钱就是可以啦 有钱就是任性 对啊 然后他们就是 好帅喔 水莲洞的概念啊 真的就是水莲洞欸 然后每次去 就是外面都富利堂皇 然后说来 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甲桂林山水水莲洞 可惜我那个楼上 他已经是顶楼了 我没有办法再 买到他楼上去漏给他 这样 哦 那那那你修修 怎么办呢 要修多久 所以我当时买这间房子 呃也顺利的就是 最后都带到钱没有错 可是我在装修的过程里面 我就没有感受到 人家说拥有一个自己房子 那种美好跟幸福的感觉 嗯 我反而觉得我从天堂掉到地狱 因为你想我以前一个月 就一样负三万六 对 虽然是租的 我是住在那样子的高级 美美的 有车位 那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这样子 四十年老公寓 对 他连一楼那个铁门都没有了 嗯 就是直接上去的那种 对 我就觉得 嗯 我后来就想通说 如果我一定坚持说 我要在台北市 对 买一个我自己心目中 理想的房子 对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看他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玉峰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买房也买自由 小资族的财富翻身之路的作者陶迪 陶迪你好 小峰你好 对那刚刚聊了很多 最后一段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 你有后悔没早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人生没有早知道 嗯 就是有什么后悔的话 嗯 我自己不管是从买租房子买房子 或者说工作职场的人生历练 我会觉得说我们一路走过来 就是你当下发生这些事件 它其实都是 它都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它当下也许不是一件好事 对 可是事后回想 其实它都是在培养你的历练跟经验 你也太正向了吧 我太乐观吗 我一直是抱持这样的心态 嗯 对就是其实我在工作跟职场上面 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非常顺利 是 我也是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吃苦啊 挣扎对 嗯 嗯 那所以 像我第一次去中国工作 其实是 2005年 是 我就去深圳工作了 嗯 所以我是长期在 呃 在深圳啊上海都有工作经验 那一开始也是就是从真的很社会底层慢慢去拍 因为我不是像一般人正常的路线 就是说 欸我在台湾 嗯 人力银行找好工作 谈好一个很棒的package才去 嗯 我是直接买机票飞过去落地 我才开始找工作 嗯 所以吃了蛮多的苦 那很多人会说 欸你当时 呃 而且我那时候大学毕业 我是台大毕业 是 人家说你一个在台湾这么高的起点 然后跑去那边 从这么低的起点开始 你为什么都想不开 嗯 那 我当时的心情会是说 欸我就一无所有 有什么怕失去的 是 我就去冒险去尝试 嗯 那所以这样转了一圈 然后最后 现在 呃 我我过的生活 或者是我在做的工作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会回想说 这些过程其实都是 它会是 是我们 呃内在的一个养分 是 所以我不会说我有什么事情 是我很后悔的 哇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正面欸 那在买房这边 你又 你有觉得说 太晚买吗 我其实没有很推荐大家 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买房 嗯 因为我自己第一次买房 是37岁 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第一间 吃了蛮多苦痛 呵呵 对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 我没有很赞成太早买房 是因为 我觉得在 可能35岁之前吧 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是 呃 还在 上升起飞 起飞的一个阶段 是 我觉得你手上的余钱 应该更多留给 投资自己 对 去增长自己的一些 不管是赚钱的技能 或者是赚业知识 嗯 因为这样子可以奠定你 呃 可能是下半辈子 为你 可以创造更多财富的一个 基础的实力吧 对 可是如果你太早 就是说 呃 就是为了要 展下一线房子 然后你每个月 都过得非常的拮据 你不会有 余裕去思考说 你还想要去 实现你人生 什么其他梦想 嗯 你就是为了房贷 对 然后你甚至不敢辞职 即使你做着一份 你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可是你不敢辞职 就是因为你 那很可怕啊 以背了房贷 对 所以我我不是很赞成说 你为了这样的情 只是为了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嗯 然后去牺牲掉 你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对 我觉得买房是一个 你在生活上 已经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嗯 然后你还有余裕的时候 才去考虑的选项 对 对 所以你觉得 如果以在台湾生活的话 你觉得买房好还是住房好 还是还是得要看自己的情况 我觉得都好 都好 对 他是一个个人生活方式的 啊我知道了 你是租房派的就买第一本书 你要是买房派的就第二本书 这个左右逢源 上书大人 真机灵 我觉得呃 像我自己做包租代管 对 租房这件事给我的意义是 他是帮我赚现金流 嗯 可是买房带来的是资产的增长 对 所以他的意义有点不一样 对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高兴 邀请到陶迪 陶迪在这个黑道大哥的仲介 来虎口余生啊 真的是 真的是蛮特别的 那就会再来跟我们多聊聊 买房的故事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请收听 韦翰哥黄韦翰主持的 帕本状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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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